不可能是這樣子做 阿龍 你有想過你爸媽老 你是不是會送他們去養老院嗎 不會 不會 像之前我... 因為他沒有錢啊 他不可能送他去養老院 怎麼可能 沒有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不會送很多錢 但我希望到我可能40歲 還是年紀比較大 可能想小梁哥一樣 那麼年紀那麼大 我可以幫他 這多大啊 你不會講別人啊 我希望可以 至少可以 買一個比較大的禮物啊 可能移動房子 或一台車子之類的 你要賺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在加拿大買房子啊 那要比我大很多的時候 說到合住的話 那其實如果你超過 你畢業大學之後 你還是跟你父母住在一起 其實這算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對 在國外 在國外 那除非你像IT 你就是... 你是... 用你的錢養你的家人 然後這是很... 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很棒 但如果你就是一個廢物 然後就是在家裡住 然後靠父母 那這是不一樣 這不是孝順 然後我也有一個 我覺得是個陰謀 我有一個理論 就是因為台灣的薪水那麼低 你就是... 你一定要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 不然你就是很窮 不然你就是要靠一個日本色狼生活 你說我朋友嗎 喂 喂 所以我覺得就是政府為了 可是阿翁 我覺得你這樣講很不公平 就是... 因為你現在在台灣 對啊 你如果即便你回了加拿大 你領的薪水 就像你講的加拿大的消費比較高 對 你一樣啊 其實殊土同歸 你在加拿大賺的錢 可能都不夠你在加拿大用啊 沒有...我一定賺得夠 那你回去 這裡好玩 不是 我覺得台灣的消費相對還是偏低啦 他如果回加拿大去工作 如果你賺的錢不夠多的話 你會不會也考慮住家裡 省一點錢呢 會考慮 但我會覺得很丟臉 就是最後最後最後的事 那你最終還是有最後最後這一條路 你還是會搬回去跟家人住 因為我跟你講台灣人要跟家人住 不是說一定要花家人的錢 而是那時候照顧 省錢 因為台灣人不習慣去住養老院 對 對 跟你們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阿嬤七十歲 她還是一個人住 然後她很活潑 還可以跑很多地方 她住的地方 一直以來離我們家 有兩個小時的車廠 然後我們就是 就回去看她這樣子 然後現在她還是跑來跑去 去看每一個親戚這樣子 但我都沒有一個阿嬤 我外婆 外公都住在那個 自己一個人住 那個老人院 對 老人院 都沒有 我們也覺得這種行為也是很 很丟臉 而且就是說長輩不舒服的時候 最希望就是說 她的這個子女都在生病 小朋友都可以陪在旁邊 對不對 杜莉如果像這樣子 如果你爸媽生病 你都不在旁邊 那你哥哥 姐姐們 他們沒有能力照顧他們的話呢 聽到這個問題也是有點難過 因為就前幾個禮拜 我爸爸突然在教堂裡面 在教會 然後都突然昏倒了 然後就沒有犯疑 差不多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姐姐 就傳了一個FB給我 說爸爸昏倒了 我們現在在醫院 然後我說 到底怎麼了 然後我就問他們 他怎麼了 他怎麼了 但是他們都不回我 差不多二十幾個小時才回我 他們不能打電話嗎 我就不知道怎麼 要怎麼聯絡他們 那後來他們說 後來回我就說 他還好 我們就是已經在家裡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 血糖過低還是 醫生完全不知道這種狀況 這種東西 這個原因 是什麼原因 你有想過 一聽到你爸爸昏倒 你有想過馬上回去嗎 有有有 那為什麼沒有回去 因為那時候 你要想好有一些 其實我也想要回去 但是我在台灣也有很多 我要付出的東西 我已經潛約了很多婚禮 或者是表演的東西 所以不是因為機票太貴 不是因為機票太貴 我付得起 這個是沒有問題 我付得起 那如果我真正的要回去 我一定要回去 但是醫生說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最難過的點 就是因為我媽媽說 對 那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媽 我 你還是要了解一下我的媽 我媽就是那種人 很希望就是用這些東西 讓你難過 所以我不知道是事實還是 他就是講出來這樣子 因為就是讓我回去美國 你有問你姐姐嗎 對 我有問她 我說姐姐她到底是怎麼樣 她說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她飲食的問題 或是幹嘛 而且我覺得他們沒有吃得很好 所以可能就是白天 我就是要少工作或是累一點 然後我去那邊看看他們 怎麼樣 你爸爸有30棟房子 他不能賣掉一點點 讓他吃得比較好嗎 沒有 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是我媽很喜歡去餐廳吃飯 那他們也不會 他們起床的時候也不會吃早餐 然後午餐他們可能在外面吃 然後晚餐在外面吃 然後我媽就一直給他一些汽水 有的沒的 他不該喝的東西吃 吃的不好 對 不健康的 不健康的東西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要改房子 為什麼要搬回去美國 為什麼要改我的房子 在我爸的老家那邊 就是我自己搬回去 我也不用工作 我可以天天在照顧他們 看他們在吃什麼 我自己種菜 我自己用養我自己的肉 杜力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等到你賺好錢 可以蓋房子但來不及了呢 杜力有一個夢 他想要自己買一個農場 他上次喝多了的時候問我說 就是說他真的有 沒有 我說他真心有在規劃說 他想要蓋一個農場這樣 像因為我爸媽現在都是 都很健康 但是因為我的外婆 前陣子就是氣喘發作